请问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黄健 规定人 是陈氏太极拳第十三代传人 现在呢 三十七岁 黄老师黄师傅 那 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了这个太极拳 刚开始接触太极拳 那应该是九五年 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放了那个简化的 设施太极拳 那个教学视频 我大概看了一下 就对他产生的一种兴趣 然后直到两千年的时候 我才正式找了一个老师 学习那个陈氏太极拳 那这个中国有中国的功夫 有什么少林的功夫 什么长拳啊 什么别的武术 啊 永春 对 您这个当时选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选功夫啊或者永春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也问过我 作为我的性格来说 我特别喜欢太极 为什么喜欢太极呢 因为中国文化也可以说包含在太极里面 太极阴阳 折叠 快慢 相近 刚柔 这一切一切的 包含中国古老的那个哲学的原理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 我比较喜欢太极拳那个缓慢柔美 而且富有那个艺术舞蹈性的那种动作 刚开始想法很简单 然后就迷上了 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也是电视台热播的太极中师 我也看过 对对对 给我一种很深的感触 所以说就那么一瞬间 你知道的 就像看见一个新的女孩子一样 迷上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那您是否记得就是说 自己的第一位师傅